Hello大家好 我是部长 今天我们要来评论的电影是 《寻龙使者 拉雅》 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第59部长片 在《冰雪奇缘2》《无敌破亚王2》之后 诶 你能相信吗 是《海洋奇缘》之后 睽違五年啊 迪士尼的真正全新的原创动画 究竟表现得怎么样呢 那影片开来之前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不想错过及时的电影新闻跟票房的追踪 可以订阅收听电影酷辣部Podcast 就让我们开始吧 《无敌破亚王2》 根据报导 迪士尼其实在2018年《无敌破亚王2》的那一年 就开始着手进行《拉雅》的故事计划了 企划的起始就是希望可以制作出一个 神秘的帝国围绕着跟神龙有关的故事 近几年迪士尼获皮克斯动画 在发想题材其实都不断的在探索各个文化的样貌 《海洋7月》这种夏威夷萨摩亚的海岛文化 可可夜总会的墨西哥亡灵节 不难发现迪士尼希望能够透过动画作品来让观众能够感受世界各地文化的气息 这次的《寻龙使者拉雅》是在一个架空的奇幻世界 神龙国的建构基础参考东南亚的越南文化 请来了乐意美国剧作家奎软担任编剧之一 给观众眼睛为之一亮的新鲜感 这次故事主要是发生在神龙国的国度 是一个有神龙存在的世界 神龙会帮助人类的生活起居 彼此和谐相处着 就是过着和平的日子 有一天一个会将人类变成石头的鬼怪 庄魔开始肆虐大地 那神龙们一起想办法要击倒庄魔 五只神龙聚集的力量在龙珠之中 那神龙西苏就用这个神龙之力成功解救了人类 但同时也牺牲了神龙的生命 遗留下来的龙珠成为人类争夺的宝物 神龙国也因此分裂成龙牙、龙爪、龙心、龙脊、龙尾五个国家 出生于龙心国度的拉雅是负责守护龙珠的国度 拉雅也非常开心自己终于成为了龙珠守护者的一员 其他国都基于龙心这个独自享有龙珠给予的神力以及祝福 殊不知龙珠本身是没有任何实际可以帮助人类的神力 再一次的冲突众国的代表不小心将龙珠弄裂 让封印已久的庄模再次崛起 世界就再度陷入庄模的恐慌之中 但拉雅始终相信西苏其实还活着 成功复活西苏之后就以这个当作开端 故事主要是在看拉雅如何完成自己父亲的愿望 在神龙国分裂之后重新将五国集结在一起 这次的故事主轴围绕在两个字 是信任与最近疫情的状态去做呼应 这个世界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像是个照药精一样 把这个世界其实是这种几度分裂的样貌整个照了出来 我们地球原本各个州其实也是整块合在一起的 是在地球长期的板块运动之后才变成现在的模样 我们的人类其实从很早就史前时代开始 就建议的就是必须要画出自己疆域的这个生活习惯 做出了分出你我的行为 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个自己的家 我们有自己的财产 我们有自己的隐私 有各种锁一整串的钥匙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锁住我们重要的东西 目的就是不要被偷走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人会偷走呢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陌生的人没有信任 环顾我们四周 就是建构我们社会这个系统体制 包括政治阶级制度 国家的建立 权力的争夺等等 尤其是在这次的疫情冲击 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就在那边抢卫生纸 抢口罩 抢疫苗 国家之间彼此的不信任 其实这一次巡农师的拉雅 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在说一个公主怎么拯救世界 恢复世界秩序 其实讲的事情是更宏观更巨大的 那整部电影故事呈现的节奏上面 我觉得意外的很熟悉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时常玩电玩游戏的话 这一次的故事设计 整个真的超级像游戏的 一开始看到整个神龙国的历史介绍 然后我们就看到主角 并且游玩他一些基本的战斗操作 以及场地的解谜的任务 在一场大战之后发生了一辈子的伤痛 经过了一段时间 找到了世界中已经消失的神龙之后 前往各个城市收集可以让稀疏升级的碎片 最后与大魔头装模大战 也像是萨诺斯慢慢收集宝石一样 抵达各个龙国每个场景的气氛都截然不同 带出东南亚文化的这个场景 美食以及整个氛围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聪明 许多细节像是荔枝火龙果等等 看到这些热带水果真的是很有共鸣 像玩游戏的剧情模式其实没有不好 其实Laya剧情走起来是很稳定的 循序渐进的在各个国家遇到一个信任Laya的人 最后再全部集结起来让故事非常的圆满 角色的部分从一开始我们去熟悉Laya 找到了西苏一个跟神灯精灵类似的关键配角 组成了远征团队后 在道路上逐渐加入新成员 一同踏上这个冒险 其实都是很基本标准的套路 优点就是稳定 缺点就是好预测 但是毕竟这个动画作品目标群众就是海统 剧情本来就是以求稳为主 所以我们这些老屁股在看这些作品 会有这种状况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没有歌曲 Laya除了一开始召唤西苏理事 有小小唱一下之外 这个作品并没有像冰雪奇缘2一样 是用歌曲在推动剧情 之前看冰雪奇缘2会有种感觉 因为观众太期待就这部作品出现的歌曲了 所以每一首都很有可能成为新的Let it go 所以歌曲变得太过重要 电影就变得很像是在看着一首首歌的MV 但这次回归到剧情跟角色 并没有出现任何就是所谓的 属于Laya的主题曲 这一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这次的人物比例方面也是有做出一些调整 冰雪奇缘系列的人物头比较大一点 眼睛也比较大颗 相对来说Laya的人物比较贴近现实一些些 虽然说西苏跟这些女生的眼睛 就还是很标准就是迪士尼上下眼帘的设计 不过人物比例这部分是有蛮明显的差异 场景的部分真的是美歪 除了前面所说的就是各个国度的场景变化之外 西苏水中游泳跟浮上水面这个水珠 跟身上毛髮之间这些互动 还有这个下雨让各个物体材质上面的一些变化 大自然场景的呈现 我觉得动画技术好像已经有一种 就是之前各个动画不断突破这些所有的面向 都逐渐的整合起来 你看像怪兽电力公司的毛髮运算 那海底总动员这个水底的物理运算 通通都已经是可以呈现到近乎完美的等级了 啊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幸福 就是在技术层面上就是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让视觉非常满足的这个作品了 不过就以整体来说 原本我自己是很担心这故事就是又是会是一个 呃女英雄啊出发前往冒险啊拯救家园的这个故事 虽然整体的概念依旧还是如此没错啦 但是其实神龙国的故事的设计编写呢 让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套路呢有了新鲜感 而这一次呢要传达的讯息呢 又跟以往就是全部就是爱与希望就是不同 是在探讨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 神龙国呢就是因为人对彼此失去信任而分裂 因为哦对于龙心国失去信任 才去抢夺他们的龙珠 虽然分裂成了五国 但其实对于神龙的尊敬跟信仰 其实各国呢都依旧还是会用一样的那个手势 去象征其实心中呢都还是存在着共同之处 六年后呢拉雅也因为信任稀疏还存在 这一切才开始有了逆转的契机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社会真的是充满各种 就是不信任透露出人性的这个重大缺陷 虽然电影最后呢还是圆满的大结局 但是我自己是认为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 是人性无法根除的坏毛病 我认为不信任是人性的一部分 即使自己呢信任他人有很大的几率呢 你就是会遇到不信任你的人 或者是会利用这份善意的坏人 虽然这故事告诉我们还是会圆满 但是我自己呢还是希望大家 就是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但我们还是看到就是迪士尼动画 再度带给大家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面面俱到 这一次呢在电影播放之前呢 也跟皮克斯一样 迪士尼摆了一出动画短片 US AGAIN 如果说意思的话呢 应该就是与我们重逢 故事探讨人在逐渐有了年纪之后呢 失去了年轻时的冒险跟疯狂 但是因为一场神奇的雨 让这个先生让老公突然就是变年轻了 这个让年轻时其实很热爱跳舞的他呢 就开始逐渐跳起舞来了 跟一起喜欢跳舞的这个老婆呢 在城市中重拾年轻时的快乐 但是当雨 雨是逐渐离去 老公不断的想要永远就是泡在雨水之中享受年轻 但是老婆放手了 这时候老公才意识到重点是要珍惜身边一起变老的老伴 他们就开始在城市间漫舞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短短的几分钟的故事就深深的打动到我跟布嫂 提醒着我们就是要珍惜每一刻 以及身边的人 不要因为年纪就忘记年轻的美好 以及这个心中的那个童心 这短片也是全力在展现就是在下雨的城市中 这个光影折射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好了那最后呢我就给这部电影 8.3 分 感谢各位收看这次的影片 你们看完觉得如何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喔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啊 这个我信任你们会订阅我的频道的 也记得加入官方的LINE帐号跟讨论群组 我们就下播影片再见咯 我是部长 部久五 Ciao